歌曲 我們一對歌叫Mechanics 我們就是玩HBM Metellica Metellica Jerico 我比較多 我覺得是Metellica Slayer Megadeth 還有Sabitura 然後 然後 整間聲音不起來,先趕著這幾堆 我最主要是Magadeth和Pantera 我覺得舊的音樂和現在的音樂 我覺得Metal的味道不同了 反而現在的音樂我覺得少了 所以我們的歌中有很多Metal的感覺 盡量保持那種Metal的感覺 即是想有一個很Raw、很舒服 對,就是這一種 即是不要Gate 可以這樣說 很大影響,因為我一開始彈吉他 就是Dave Mustaine,Megadeth的Focal和吉他 以及James Hadfield,Metalga的Focal和吉他 我看他們的表演、聽他們的歌 令我力氣第一支吉他 而我第一支吉他就是一支Jackson的Vlying V Jackson的King V 第一,就是Based on Dave Mustaine 他就是用Jackson的King V的 我這樣就拿起了第一支吉他 亦都是因為他們而令我認識到Metal 是他們去令我玩Metal的音樂 Oscar 我聽的原因主要是 因為我聽了很多Thresh Metal 我是喜歡他的那種很強的節拍感 其實很多現在的新的金屬 其實那種很著重的那種重必 其實很多情況都是來自八十九十年代的金屬 所以我們覺得有一種根的成分 在那裡去分開不同的金屬 所以我們值得去用我們現在的風格去玩一些舊的 所以很多人我們一直都很喜歡本身衍生很多東西出來的一種Metal 他們就是喜歡一些舊的 可能是不會那麼隨波逐流的做人 就是不會說這些好聽我聽一下這些 那些好聽我 反而是想聽一些以前的可能還沒有聽 自己發掘一下一些事情 Jeriko 做人方面 我看到Metalica他們之前有一個interview 他們就是很簡單地說 我們喜歡做我們做的事情 他們不需要理會其他人 我拿了這句之後 我就覺得 只要我們做的事情 不是雙天愛你 自己開心 人家可能又看得開心 有人喜歡又不喜歡 別管那麼多 對得住自己 做得開心 這樣就去做 所有事情都可以用這件事來 apply下去 其實 Good, Oscar 因為我們都是聽一些美式的八九十年代的Metal 所以我們是Long Native 始終你聽到一些英文 你也會去看一些Lyrics 看的時候 你會更清楚知道他在說什麼 然後可能 因為那時候Metal有很多不同的 可能政治又說 戰爭又說 其實我覺得這種金屬 是可以讓我們去 不停搜索自己有趣的話題 然後開始relate自己 以及反思一下 究竟有沒有可能現在都發生在香港 我們對Bang就是在2010年的8月組成的 那時候就是因為我考完會考 然後就升級上去讀中六 然後我就一直都有聽開Metal 小時候 然後就升級上去玩音樂 不如怎麼樣 我就看看學校裡面有哪個人是聽Metal的 然後就剛好遇到Oscar 和我們的Bassist Anson 近乎是不在 還有一個鼓手 他現在就過了瑞典生活 我剛好就有四個人 大家都在聽這些東西 很久一起搞Bang 然後就這樣開始了 從2010年到現在 對,一直到現在 六年 那你當時是否只有14歲 我當時是16歲 16歲 他們11年 哇 你們都很早開始 但我們正式在香港 你們作過都不會很遠 可能兩年前 你們不是在香港成立 不是,我們在香港成立 但我們真的出來 參加了表演 就是原來的 開始店頭 開始店頭的時候 就是兩年前 之前都一直這樣 大家玩一下 那我的題材 我的靈感 就是 我平時很喜歡 逛街 但我所有的逛街 不是去購物 有些是真的在街上走 留意一下身邊的東西 看看身邊的人 就會留意到其實發生了什麼事 譬如很少的事 真的很少 很低能 在這輛火車上面 有些有需要的人在 但沒有人讓位 這樣 這些事情 無緣無故變成合理 這樣 這件事 慢慢衍生出 各個人 香港人的思維 很多事情 都是 做了一個 Nonsense 我有一首歌 叫Manufactured Nonsense 就是 講香港人的思維 是幾個問題 硬件有些人 有需要 有幫助 但不會去幫他們 有些事情是不對的 擺得不合理 永遠不會出聲 就是當權的人 只會抱著權在身上 幫自己 不會幫基本的人 我在這裏 就拿了一些靈感 同時就是 我很喜歡一些很奇怪的 神話的故事 我很喜歡把這些 神話 希律的故事 神 地獄的故事 變成故事 寫出來 OK 厲害 Oscar 如果作歌的靈感 也是解釋上 如果講一個模式 我們主要分了兩種 一種就是比較重的節奏感 Heavy 可能是一些很thresh的riff 沒有那麼menodic 另外一種就是 反過來 就是很有melody 可能全部都是很漂亮的chord 主要我們分了這兩種作歌方式 通常主要分擔我們兩個 然後其餘那些 可能Gary和Anson 就開始填自己要打的東西 或者給予更多靈感出來 撿一些細節位 對 最重要 我覺得 都是其中一個作歌的經驗 就是我們很多歌 都曾經遇到這些問題 無論是唱歌 彈結他等等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共識這兩個字 最重要是我們大家 即是很簡單 可能作歌 我就可能做一些唱歌 但發現原來Jerico的range 還未夠高 或者唱出來很奇怪 我們就會開始想 如何把一件事包裝得很好 亦都不會遺失了原本的感覺 怎樣弄我們 通常都會是 可能就是 特意約一天出來 然後就可能會 不停不停聽不停聽 然後就真的會 說回剛才我們作的靈感 本來想回最本身的歌 那個訊息是怎樣 然後就開始想 那一句 怎樣摺前面 和後面那一句 大概就是這樣 我們一直都有弄歌 儘量找蘇出 對 我不知道 放心 你們又想找蘇出 我們會給蘇里齊 我知道 其實都是儘量 儘量儲著歌 對 現在大前提都是 繼續不斷去創作 OK 最新動向就是 不斷草歌 寫歌 以及想找多些表演的經驗 特別是想在香港以外的地方 好 我希望可以和大家 這隊樂隊 可以搭出香港 去這個世界的舞台玩一下 因為我們作了一堆歌 但其實有很多時間限制 令我們很難走在一起 去把東西放在一起 夠我們有時間的時候 就覺得時間不夠 我希望就是 可以在這一年裡面 可以搞定十首歌出來 真的錄好了 我們想的話 就把EP出來 如果覺得自己還不夠班 先修煉好些 爭取多些演出機會 兩個是做finance的 那你搞什麼東西 我是讀 其實這個communication communication 那我跟你溝通得不錯 這個更加多的溝通 我是剛剛傳理學院畢業 在浸大 那我就 應該是去做廣告 公關 記者 但我這行沒什麼興趣 那我就將會做IT 當作IT